黑男堆在地上手摸著腳踝 看起來是準備要綁鞋帶 只是他的視線卻一直望向店內 一看到有人上樓梯 他立刻抬起頭目不轉睛 甚至身子斜了四十五度 目送穿著裙裝的女子上樓 行跡相當可疑 他到底在看什麼呢 網友把過程PO上網 要逛街民眾多加留意 指控這名男子每天都到西門町報到 就是為了透過高低差 毫不避諱的來偷窺群地 就怕真的是偷窺狂 熱心民眾勾開男子特徵 年約五十五歲一百八十公分 大多在晚上九點到十一點出沒 而且每次都穿同一套衣服 翻譯前還會先四處張望 選定目標後再蹲下頭盔 這個角度會 就在裡面比較難看到他沒錯 要抓起來怕 躲在一個我看不到的角落 一般都不會想到 所以可能就有點危險 不止遊客看了直搖頭 聽聞益出也引發討論 不理解這樣能看到什麼 毛玻璃霧霧的有什麼好看 也有人提出質疑 是不是沒拿器材拍攝 就拿他 沒辦法 對此警方表示近期沒有接獲報案 但是已經加強巡邏 不讓可疑分子把自身慾望 建立在其他人的痛苦之上 三立新聞 陳祥 新宜 台北上報導